现在在社会上很多老实人经常被人欺负 就是认为老实人就是没有用 很不聪明 因此呢很多本性很老实的人就很困惑 又想又想又想 就是做好事但是又怕被别人说 但是呢师父是在节目里 就是常常的大大的赞扬老实人 并且教我们说呢要做老实人 那我想请问师父就是 老实人是否就是缺乏智慧呢 老实人应该怎样通过学佛来保护自己 变得更加圆融呢 首先要问清楚 他到底想做人还是想做佛 你要做人你可以做个很油滑的人 很精的人 但是你做来做去是做人 记住了以后到天上去的都是老实人 菩萨是最老实的 菩萨是最善良最慈悲的 油滑的人在人间欺负人的人上不了天的 对不对呀 嗯 就像我们小时候老老实实做功课 啊 人家都说我们傻 啊 出去玩不玩 天天在家里做功课 我们老实还被人家欺负 啊 到了最后我们考的全班第一 比谁都好 拿奖状 啊 啊 财产就这样啊 啊 你叫我出去玩我不玩呢 我就做功课 啊 我到时候我就拿三好学生 我每年拿 啊 啊 当时境界还不是很高啊 啊 我当时就觉得啊 我到时候拿了奖状气死你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这就是一个境界 只是你没有提升到这个高度 明白吗 只是你觉得啊 我做我的啊 我以后呢 啊 怎么样怎么样 实际上我们现在老实人是什么 老实人不会吃亏的 老实人是到天上去的 我问你最后人到天上了是谁开心了 最后考出个好成绩出来是谁开心了 还不懂啊 嗯 是 啊 你这样看你 你人是有限的 而做菩萨做佛呢 到了天上那是无限的时间了 所以你到底想要无限的时间 来换取短暂的人间的快乐 经 你看经的人有好处不了 啊 嗯 只能有些眼前的利益 啊 你看看香港最近有一个厉害的不得了的一个大老板 有钱的不得了 啊 几百个亿啊 对不对啊 你看看最后呢 现在一下子 只有65岁 整个人谈下来了 啊 嗯 啊 没有讲了 叫叫什么大徐啊 什么叫什么的 这个人 嗯 非常感恩师父 师父 这个真的是 其实如果不学佛的话 可能就是 就是 任老师就是 就没有智慧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菩萨 菩萨为了保护这些老师人以后上天 你说菩萨用什么方法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嗯 就渡我们 让我们学佛 哦 哦 到外面 到外面 突然被人家欺负 你知道菩萨用什么方法吗 啊 现在知道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没智慧啊 第一 能够出家的人 菩萨把他们保护起来 在山上 在庙上 不受别人 坏人 社会上坏人的欺负 嗯 在我们 居室 叫我们在家里好好念经 少到外面去借除外城 嗯 对 就不受人家欺负了 那你今天是个老师人 你还拼命的往卡拉奥给跑 你还拼命往赌场跑 你还拼命去跟那些坏人做朋友 那你不是自找苦吃啊 对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菩萨叫我们关门即是深山 闭门即是净土 叫你在家里好好念经修心的 你要接触就是接触佛友 少到外面去接触 还听不懂啊 嗯 明白 人家怎么诱惑你 你只要在家里 你不出门 你看看人家能把你怎么样 嗯 嗯 师父 那就这个本身就是 这个就有 就有佛根 在这些老师的心里 他们 嗯 这个本身就有 这个善根在是吧 对啊 他因为善根啊 菩萨在保护他们 因为他们一开悟了 他们必须要有个环境 这个环境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situation 就是一个环境 嗯 这个环境非常重要 如果一个好环境 把一个孩子会变越好 一个恶环境 一个好孩子也会变坏的 所以你看为什么 我们东方台那些 啊 秘书初的小朋友 为什么 他们这个环境 大家都大家都 大家都五见 大家都在做好人 做好事 所以他们就变得 越来越好啊 他如果跑到外面 那种不好的地方 没几天就变坏人了 很简单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他们真的是很幸福 我们真的 很羡慕 他们也是 钱是修来的 但是有些人 把福报修完了 就走的 离开了 他没了 没福报 他没有资格 在师父身边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拜拜